上周末开始的亚洲冬季棒球联盟进行到第三天的赛程 中华队目前的表现似乎还没进入状况 即开幕战1比9惨败给日直红队 可见又1比3输给台岗 礼拜一的比赛再一次2比5不敌日本社会人 这场比赛中华队的先发投手林胜荣控球明显不太理想 刚开始的一局下半就是从连续两次次坏球开始 接下来被第三棒的中山林生一棒扫出中间方向的三分炮 在一个出局数都还没有抓到的情况下就先丢掉了三分 虽然说随后有稳住阵脚连抓6个出局数 不过很可惜队友的打击并没有办法从社会人的投手群中帮他讨回这三分的落后 二局上半卢彦祖的杨春炮替中华队打破鸭蛋 这也是中华队今年东盟出现的第一支拳雷打 然后四局上半潘伟强的安打上垒后 接着靠着刀垒和滚地球推进至三垒 这时候高桥又树被抓一个投手犯规送回中华队的第二分 不过高桥今天五局的投球只被棄出四支安打 没有任何的保送送出四四三阵仅仅失掉这两分 随后在陆伟昂灾和柳桥桥人上来各投两局 接连封锁中华队的打线 中场日本社会人就以5比2赢得本届的第二胜 中华队则是三战吞下三连败 中场比赛的最后一分